大家好,我是Michelle,很高兴今晚由我来担任主持,参与对财经冷眼的专访 财经冷眼独立经济学者,现居美国 其创建的YouTube频道是华语圈最具影响的财经类频道之一 财经冷眼频道创建一年以来,已经获得了20万的订阅数,4000多万的点击量 2019年7月初,其用署名冷山时评的推特账号首度披露三峡大坝扭曲变形 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近日又因为奇迪李飞飞这期节目 再一次将财经冷眼推向了风口浪尖,成为国际热点事件 让人们重新损失海外社交平台账号的安全性 今晚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财经冷眼的频道主播 在和他本人商量以后,我们决定本次采访就用冷眼来称呼 冷眼先生,可以请您先和反贼群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荣幸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谈一下我的一些情况 油管的财经冷眼栏目,我们一直都是指纹其声 不见其人,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这也让大家对您本人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 首先,冷眼先生,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吗? 比如您的真实姓名,专业背景,以及什么时候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 我是2016年开始做自媒体的,一直是用冷眼这个名字 所以大家可能叫我冷眼或者是财经 冷眼先生,您的背景很强大 我们想请问一下您创建财经冷眼YouTube频道的初衷是什么呢? 截止到今天,您的频道创建正好一年 也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前,您的订阅数刚刚突破了20万 恭喜您! 您这个频道粉丝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海外中文自媒体 您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我是2016年在国内开始做自媒体的 那个时候主要是做微信公众号 但是1718年之后,国内的审查是越来越严的 所以国内的很多平台上的一些观点你都发不出去 经常容易被删文章封号之类的 我都封过好多号 所以后来慢慢的我就想在海外找一个靠谱的平台 没有言论审查的,来自由的表达我的观点 后来就慢慢开始做YouTube 但开始也不是决定做YouTube 因为我觉得我不适合于出镜嘛 所以想找那种文字的平台 但是海外你像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上 基本上都没有纯文字的内容 后面开始做YouTube呢 是因为三峡的那个问题影响比较大 我想跟大家来说一下 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做起来 我的粉丝增长呢 确实是比较快 这个阅读量呢也算是比较大 目前呢已经有20万粉丝 刚好一整名的时间 所以这个速度呢还算是比较可以的 主要是因为我的粉丝的粘性比较强 因为大家看我的节目啊 基本上很多人都是美气不辣的都看 而且他自己看了呢 他还会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 所以这个在国内国外呢 他就传播的范围很广 很多是人传人 特别是后来和油管发生冲突之后啊 我的流量其实是受到了限制的 因为他们很多首页是不推荐的 但是呢后来大家都因为看我节目的粘性比较强呢 所以他是人传人这种模式 所以他的阅读量和粉丝的增长 还是非常稳定 你现在在海外的话 基本上很多人 包括周围的人呢 以前都不认识了 包括教会里面的 包括有时候到银行里面去办事 或者是一些律师 发现一年系他都看过我的平台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节目呢 还是传播的范围还是挺广的 涨粉比较快的原因呢 基本上我是每期都在写稿 写稿呢有个好处 就是你的准备会非常的充分 里面很多数据很多干货 所以大家看一期节目下来呢 觉得能收获很多东西 比就是比脱口啊 可能会好一些 这样呢每期节目的质量啊 就会非常紧凑 节目中呢也基本上没有一句废话 我觉得这是大家喜欢看我节目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不浪费时间 第二个呢就是我的更新频率还算是比较快 基本上保证一周有五七到六七的更新量 有时一周到七八七的都有 所以而且每期节目呢都是紧切国内外的一些财经热点 或者是偶尔讲一下时政类的 所以这个节目的宽度和它的范围啊 我觉得还是能保证 加上它的更新频率有 那么大家还是喜欢看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就是我每一期节目的新闻的窃入点 我觉得这个窃入点还是非常之重要 就同样一件事情呢 别人是从什么角度说的 你又是从什么角度说的 那么这个窃入点不同呢 它吸引观众的这个程度也会不同 我觉得我在把握这个新闻的角度上呢 所以我呢还是感觉还是比较熟悉一点啊 当然不太满意的地方也有一些 比如说我的普通话的不算很标准 我觉得这算是减分的项目 形象呢也不是非常好啊 所以我基本上一直没怎么出镜 所以这个呢可能和粉丝的距离 和大家的距离会稍微的远一点 就是这个吸粉的能力呢 可能会差一些 这是一个缺点 另外一个呢 我的节目在国内其实是受到限制的 因为很多自媒体 或者是很多群里面 微信上大家有的在转的话 发现因为转我的节目呢 会封号 会出现这样一些现象 但是呢有时啊 这样限制的愿力 可能对你不见得是坏事 因为它的传播可能会更广 我觉得这要辨证的看 希望未来的国内的防火墙能打开 如果能打开呢 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会更不一样了 希望大家都能见到墙打开的一天嘛 从您的频道来看呢 您是一个比较高产的主播 像我们反贼群的这类访谈 也就是一两周才做一次 每次做下来我们都觉得累得不行 请问您这个频道是您一个人在做 还是有自己的创作团队呢 每期节目从制作到完成的创作流程大概是怎样的 目前为止啊 这个节目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就是说从去年 五月底开始到现在一年的时间 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包括找新闻的素材 找新闻热点 这是第一步 就是你要发现一个什么话题 大家会感兴趣 你适合于做一些节目 有足够的内容来分析 有足够的热点 大家愿意看 这是找题材 找素材 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写稿 基本上我每天要写稿的话 大概是四千字左右 四千字左右 我的语速还比较快 所以录下来的基本上也就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录完 然后呢 我自己录制完之后 我就剪辑配图片 那些图片呢 主要是一些和内容相适应的一些新闻图片 然后剪辑之后呢 就上线 上线之后呢 发出去之后 你还要和大家互动交流 所以整个流程呢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一般的20分钟的视频呢 我做下来基本上要花12到14五个小时做 因为有时候如果是纯经济类的节目呢 做下来数据搜集的难度会大一些 所以废的时间会长一些 但是一般的评论性的节目呢 就花的时间可能少一点 12个小时可以搞定 所以以前工作量大的时候 一天除了睡觉 基本上除了睡觉吃饭呢 剩余的时间 基本上全都在打你油管 或者是推特 我那时候有好几个推特号 基本上油管发的节目 推特就转发 可以说 这些目前做出的这一点成绩啊 基本上都是时间给堆出来的 你像武汉的疫情期间 我基本上是一天做两期节目 有一段时间 就是二月份三月份 因为那时候新闻点确实太多 要抢新闻嘛 所以基本上一起做两期节目的话 就是除了睡觉 其他吃饭都是几分钟 都是这样做下来 所以那段时间比较累 但正常的话 一般的一周休息一天 有时休息两天 大部分时间是休息一天 其他的每天保证一期的节目 至于未来的情况呢 如果是我的这个节目 做得更大一些 我可能会考虑 谈对话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请一些专门的 剪辑的情况 或者是录制的情况 录制的人员 来给我帮忙 那么这是下一步的计划了 您在节目中从来没有露过脸 大家对您本人充满了好奇 您将来是否会一直这样做下去呢 还是会尝试换一种方式 比如像其他的自媒体一样 以真人上进的方式来录制节目 或者甚至做直播 主要考虑到三个因素吧 目前我还没有准备上进 第一个呢 因为国内有亲戚朋友 那么我如果上进的话 可能担心对他们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第二个呢 我性格类比较低调一点 我不太喜欢抛头露面吧 我觉得我自在的把节目录好发上去 感觉更舒服跟合适一些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呢 我觉得我的颜值吧 就是不算比较高的 这个上去了 可能跟其他的主播比 可能没那么出众 所以我觉得暂时还是不上了 主要是这三点考虑 今年7月初 您用署名冷山时评的推特账号 发布了一张显示三峡大坝 霸体变形的谷歌图片 引起了轩然大波 请龙叶先生和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您认为三峡大坝出现霸体变形的科学 依据是什么呢 是否会存在误判的可能 三峡大坝的变形可以说是百分之百 那么区别的只在于 是否用肉眼能看得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科学依据 还是非常之充分的 应该是没有误判的可能 那么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它的科学依据在哪里 还是说到我最开始发的 两张卫星的图片 那么我对比的两张照片 就都是来自于谷歌地球 第一张照片 可能就是说霸体和旁边的参照物 确实都是变形的 这个没有说分力 或者说分力不太强 但是第二张照片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除了大坝是曲线变形之外 其他的公路等一些参照物 他们都是直线 是没有变形的 大家就可以想象 难道一张图片中 它会出现一部分变形 一部分不变形的情况吗 对不对 按理说是不会的 所以如果说谷歌公司的算法是错误的 那么大家都怀疑的话 那么可以解释第二张 它2018年拍摄的照片的变形是不成立 那么它怎么解释 我提供的第一张照片 谷歌的图片中 新建成的三下大坝呢 它没有发生变形这种现象了 所以如果谷歌公司使用的基本地理坐标 它和屯信等一些其他的地图 屯信地图 或者是高分六号卫星 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那么谷歌公司 它也可以使用一套基本的地理坐标 而不可能使用两套的地理坐标 一套是对的 一套是错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官媒 它甩锅给这个谷歌 说谷歌的算法是错误的 我觉得它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第二点呢 说一下三峡大坝的这种结构 就是说看没看它并行呢 我觉得还是要从它的大坝本身上来分析 它的大坝确实分好多种 一般的像混林土重立坝 面板堆石坝等 但是三峡大坝呢 它是混林土重立坝 就是说它有几十个各个独立的 混林土坝块来组成 它的坝块之间呢 是进行奉剑的处理 它并非是一个整体的刚性结构 所以三峡大坝它不是一个整体 它是由几十个独立的坝块拼奏而成的 它是依靠自身的重力和大坝下面的基岩 它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说它只是摆在这个基岩上 然后依靠它的重力来和基岩结合起来 所以这样来看 它是依靠自己的重力来保持这种大坝的稳定 所以它叫混林土重力坝 由于受上游来水的压力和气温水温各种因素的影响 可以说几十个独立的混林土坝块呢 它就会发生水平方向的或者是垂直方向的移动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每个混林土坝块 它的位移的方向和位移的距离 它本身就是不同的 因为它是独立的坝块嘛对不对 这块受的水冲击力会大一点 那块会小一点 它这个发生移动是非常正常的 就是说它这每个独立的坝块 它是会往下游走动的 可能会幅度非常之小 你的肉眼看不出来而已 所以只要大坝变形呢 在设计范围之内 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大 但是如果大坝的变形呢 它超出了设计范围 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麻烦了 至于现在这种变形是否超出设计范围呢 我觉得不是由三峡公司说了算 而是需要第三方做一个独立的鉴定 这样才令人信服 所以部分网友呢 认为三峡大坝整体不会变形 变形就一定会开裂的说法 其实是错误的 因为大家不了解这个霸体的结构 其实后来三峡啊 三峡集团公司啊 他们自己已经承认了 大坝是变形的 后面我可以会讲到这个问题 只是目前呢 这种变形可以说 没有达到大坝要垮坝的 这样一个地步 仅此而已 对的冷眼先生 正如您所说的 在您公布三峡坝体变形的 谷歌卫星图片了以后 三峡集团在地时间 否认大坝出现变形 他们只是这个谷歌图片 存在技术问题 但是几天以后呢 又不得不承认大坝确实存在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 但是呢 强调是霸体变形处于弹性状态 各项指标均在设计的允许范围之内 请问您怎么看三峡集团前后不移的论调 他们开始确实是坚决的否认的 就是没有变形 非常肯定 包括人民日报 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 都是这样在说的 包括一些报纸 我觉得他们这种否定呢 是中国官僚的一贯的作风 碰到一些麻烦 碰到一些事情 首先想到的是否认 但是后来因为国内外的媒体 大家报道的太多 这个热点的温度迅速的上升 所以他们后来就改变了策略 就承认有一部分在变形 我觉得他们是为了缓解舆论的压力 因为他们造假拒绝说变形的话 这种说法可能说坚持不下去了 你看像7月6日 7月7日的时候 三峡集团 他的一些微信公众号 包括像中兴网 新京报了 基本上就开始改口了 就开始承认 大巴的说确实出现了变形 出现了水平方向 和垂直方向的位移 而且环球时报那时候也说 他说三峡大坝运行是安全可告 但是三峡公司说 这个大坝水平有移动 不到三厘米 他就改了说 环球时报也改了 法新社也是一位 引用三峡工程的一位 内部的工程师说 他说大坝一直存在着质量问题 包括它的裂缝和施工期间的混凝土 不符合标准问题 其实这些都是存在的 其实他们相当于也承认 三峡大坝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来换取自己的公信力 让大家相信他们的说法 所以说这种说法 就和最开始坚决否认大坝变形了 其实就形成了一种反差 那时候大家很多人已经开始来怀疑他们 怀疑三峡大坝 说是不是真的出了问题 而这个时候中国的像百度地图腾信地图 他们又取笑了三峡大坝的坝区的放大的功能 以前是把坝区可以放大 大家来看看有没有变形 后来是取笑放大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心虚的表现 所以按照他们的说法 三峡大坝是存在变形 只是变形没有达到三厘米 那么是否达到三厘米还是需要核实的 所以我觉得要真正了解这个情况 让全世界相信三峡大坝没有变形 其实非常简单 也不需要什么卫星的图片 或者高分辨率的图片 其实只要一个一步就可以做到 就是你放一台无人机上去 进行低空拍摄 无人机的飞行高度基本上1000米到2000米 那么从空中来拍三峡大坝 我觉得这样拍它的全貌是非常准确的 也不存在用卫星来把它合成 数字化合成这样的一些偏差的问题 用无人机应该是非常真实的 但是目前三峡地区是禁止无人机的 所以这种说法我觉得从这方面看 这个三峡大坝是否变形 我觉得还有待于考察 这个不是官方说的那么简单 这样看来三峡大坝的问题 确实令人担忧 我们现在下一个问题 4月19日您做了一期有关数字货币的节目 视频发布仅半个小时就被油管删除 谷歌给出的理由是垃圾信息和商业欺诈 紧接着整个财经冷眼频道被谷歌封杀 后来经过媒体的大量报道以及您和网友的多方申诉以后 频道逾72个小时又重新恢复 这个在当时也是一个热点事件 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事件的大致经过行吗 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复杂 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确实是在4月19号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期数字货币的节目 结果发出去了半个小时 这个节目是节目不是频道 是节目就被封掉了 他给出的理由就是商业欺诈和垃圾性情 当时我就很奇怪 因为我觉得我里面讲的都是非常客观的分析 很多数字和事实 我的直觉就是谷歌公司弄错了 然后我就去申诉 几分钟之后了谷歌 他就把我这些节目给放出来 大家就可以正常看了 所以当时我就没多想 但是在快接近24个小时的时候 阅读量已经快20万 那个时候我的节目就收到了整个频道被停滞的消息 基本上就被封的频道 所以说我当时是非常震惊的 因为首先这些年 不管是时政还是财经 可以说正常做节目被封频道的 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是算是第一个 我听说的是第一个 就是说正常做这种频道被封掉节目的 再一个 我的节目中基本上都是讲中国推出数字货币 提了一些好处 大部分是坏处 大部分是坏处 我是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 从七个方面进行的说明 可以说内容非常客观 没有垃圾内容 我非常肯定 更没有商业期待 而且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媒体都在报道中国的数字货币计划 那么这个内容被封了 我觉得就真不知道什么内容可以讲了 所以我就也是很震惊 而且按照YouTube的规则 一般是要对你进行三次警告之后 它才会封你的频道 而我这个的没有任何警告就直接封了 所以这个事就引起了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后来像美国之音 自由亚洲电台 大纪元新唐人 希望之声就纷纷报道这个事 因为大家也害怕嘛 觉得这个打压言论的行为 就是太恶劣了 所以这个后来呢 我自己发起了这个白宫请愿 就让大家联名 然后呢联系了一些推特或者是油管上的大V给大家 请大家给我帮忙发声 后来呢 我也联系律师准备司法诉讼 可以说是多管齐下的 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后来呢 可能谷歌公司的压力比较大的 最终呢 他还是给我解封了 但是没有给出封锁的原因 还是没有给详细的说明 也没有道歉 所以这个事就到今天这样 那你认为这个频道被封是和数据数字货币 这期节目有直接的关系呢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而数字货币这节目只是一个导火索呢 我觉得有直接的关系吧 同时它也是一个导火索 我的频道被封了 我认为是有以下的几个原因 我自己是总结了一下 第一个可能呢 就是说中共它动用大量的五毛对我进行举报 所以触发了谷歌AI的自动审查系统 导致封号 这种呢 也是很多人的看法 就是大家很多认为是五毛投诉太凶了 但是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 这个好像也站不住脚 因为其他的有些正论性的节目 大家都指着鼻子指着信 大骂共产党的 或者大骂习近平的 像这种节目 好像也没有说五毛去举报他们被封的先例 所以我也是不知道是不是具体是这种原因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可能是我觉得这期数字货币确实是比较敏感 基本上扯掉了中国政府啊 借这个数字货币来实行五毛印钞 来监控民众 来推行计划经济 就扯掉了他们这个底库 我觉得是不是踩到了他们的底线了 再一个了 谷歌好像他自己有自己的数字货币计划 就我这样否定数字货币 而且阅读量还比较大 是不是引起了他们的 就是说非常敏感的神经 会不会因为数字货币导致打压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可能呢 我觉得我数字货币是不是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幌子 真正呢 是因为我这个平台呢 长期以来一直上 就说这些节目呢 踩到了他们的底线 比如说我以前做的很多视频呢 你包括分析中国的经济的情况的 基本上是鼓励大家换美元 腾粮嘛 鼓励大家移民卖房子 我觉得你说时政类的节目 可能大家也只是听听 不会采取行动 但是经济类的节目呢 大家可能就会采取行动 比如说换美元 或者说腾粮卖房 买黄金 这些措施会不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一些冲击 他们觉得这个危害比较大 所以疯掉 还有一个呢 从武汉的疫情爆发以来啊 我一直都是关于这个死亡人数和病毒的来源 这些都是做了很多节目 挖掘的应该是比较深的 首先我是海外最早做这个 病毒爆发的这种节目的 后面呢 我还从实验室的泄漏 或者零号病人追踪 病毒合成 以及冠状病毒中插入艾滋病 病毒等这些方面呢 做了好几期节目 关于病毒来源 认为是武汉实验室泄漏的 还有呢 我从医院拖尸体 或者殡仪馆的工作量 骨灰盒的角度呢 做了几期关于武汉死亡人数的推断 推断出的具体数据呢 有一期我是 最后一期我是推断 根据骨灰盒判断出来的 就是说武汉整体死亡人数可能是5.9万 中国的死亡人数呢 是9.7万 中国的感染人数是121万 那是三月底做的那期节目 可以说海内外很多媒体啊 都是引用我内期的数据 觉得是非常接近于现实的 内期的预计量呢 也是30多万 有的高达 有的关于病毒的高达50多万 我觉得这个阅读量和影响力应该是都有了 会不会是因为这些问题呢 出入了这个中共或者是谷歌方面的审核机制 所以彻底将我这个平台给封掉 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呢 我也认为可能是谷歌里面有很多华人员工的缘故 所以这些华人员工呢 他们从小在有的是在国内长大或者是受国内的洗脑 他们会不会在审查中带入中共的一些审查的意志在里面 据我了解的啊 就说谷歌公司现在好像说有2000多华人 那么华语的频道是不是全部都交给他们审理 这个我还不知道 后来很多媒体要采访谷歌关于他们审核情况 谷歌也都是拒绝的 基本上没有配合的 而且谷歌在亚洲的总部啊 在新加坡嘛 他们当地是请拿很多华人来进行这种言论审查 这个是有确实的报道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四个非常有可能的 就这些华人员工在审查的时候 把尺度故意收紧一点 把枪口对准你一寸 就是这种感觉 那么当然还有第五种可能呢 就是说谷歌他未来他希望进入中国市场 所以他现在这种审查呢 在讨好中共 他对一些言论批评中共的言论呢 他会打压的比较厉害一点 管理的非常严一点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谷歌呢 他被中共不管是渗透 还是说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利益交换 希望通过这种来迎娶中共的欢心 讨中共的欢心之后了 未来谷歌能彻底进入中国市场 我觉得这种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他会打压这些YouTube批评中共的言论 就这个事件呢 我觉得最要紧的就是碰到这种情况 大家不要害怕 也不要忍气吞声 大家必须要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维权 这是我们华人需要补的一刻 而且大家必须要谈解 我觉得这是我这个平台被封之后 能要回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我不积极的这样去维权去争取 我觉得我这个频道可能今天就和大家无法继续沟通了 基本上就会被永久封了 基本上就这样一情况 冷眼先生我觉得您说的非常的好 分析的也很全面 我们华人确实应该为我们的自己的每一分利益 都要努力的争取 接下来我们想再聊一下近期备受关注的李飞飞事件 谷歌前首席云技术专家李飞飞于本月11日出任推特的独立董事后 您的财经能眼频道深度报道了李飞飞的红色背景 表示担忧谷歌高层将会被染红 您是奇迪李飞飞的唯一当事人 请您和我们聊一聊奇迪李飞飞事件的来龙去脉好吗 奇迪李飞飞这个事呢 我其实开始也没有准备去做 我看到大家都在推特上 在油管油管上还没有人 主要在推特上大家讨论嘛 整体一个情绪了 大家都是非常害怕 因为李飞飞之前 她是谷歌的AI首席科学家 后来就是现在呢 就调到这个推特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因为大家都知道李飞飞是有红色背景的 所以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就非常零碎 但是过了几天之后了 我发现李飞飞这个话题是可以做的 因为前面我做过一期赵小兰家族 赵小兰家族的红色背景 那期节目的反响非常之好 而且我想拓展我节目的宽度 我就想从这些挖掘这些人物的背景上 来进行一些爆料 就是说从这个角度的在财经之外 再开辟一块 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我觉得李飞飞这个背景非常复杂 他而且有很多内容支撑他他的红色背景 而且大家都很关注这个话题 所以我就准备搜集资料了 我就开始准备做李飞飞了 那做出来之后呢 这个反响是非常之好的 因为大家觉得很多之前没有听说过的事 包括李飞飞在中国就担任谷歌首席科学家的企业 在中国组进谷歌中心和中国和中共的清华的一些机构 进行军方的军事合作 帮助中共呢 开发一些军事技术 这是一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他参加了一些中共统战部下面的一些团体组织 比如说 欧美同学会 这是统战部下面的 还有像蔚来论坛 也是中国政商精英里面 很多红二代红三代都是在里面的 这些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说 像我谈了一下周恩来的红色粮子军的计划 因为周恩来是中共情报界的鼻祖嘛 他是做情报非常厉害 所有的间谍 厉害的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他有个红色粮子军呢 就是利用女性的间谍在欧美进程渗透 这个确实是存在的 也包括嫌疑很大的 你像赵小兰家族 李飞飞 像顿文迪 像这些人 基本上很多都是有红色背景的 确实是 他们甚至是公共 公开已经在世界上为中共在服务了 像李飞飞也就是这样 做得非常明显 所以我觉得 这期节目里面的内容还是比较深 挖掘的还是比较广的 现在有网友帮我做英文的字幕 希望把这些节目推向欧美 我们正在正在做这个字幕的情况 所以这期节目出来了 反响还是不错 大家都还是喜欢看 但是我用 由于我用推特了 把这几期节目分明别类的 在推特上推广 推广之后了 第二天就被封了 我的四个推特号就被同时被封掉 冻结了 所以我也是很震惊了 因为我觉得我是正常的政治经济评论 你这个难道因为李飞飞是推特的独立董事 你就可以限制大家讨论他们 我觉得这不恰当的 而且不仅是我被封 还有很多同样讨论李飞飞情况的一些推特号 也是同时被封 我后来才发现 比如说有一个叫灯塔爆料社 它是起底李飞飞在北加州的豪宅 后来那个豪宅达到了是一千万左右 就是试驾 那个也是大家转发的很多的 后来他的号也是被封了 所以封掉的不止我一个 应该是一批讨论李飞飞的 所以这个性质就非常恶劣了 现在呢 我基本上是很多媒体都在报道 报道这个事 这次呢 比上次封油管的节目的热度更高 而且大家的自己转发 或者是讨论的意志 非常之强烈 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标准的 很大的国际热点事件 基本上你像美国之音 自由亚洲电台 大纪元新唐人 包括台湾的自由时报 还有一些英文媒体都报道了 特别是后来 川普总统批评这个推特之后 而且准备立法来限制这些 自媒体平台之后了 这个欧美的一些媒体 都在开始关注推特封号的事情 开始关注李飞飞的红色背景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现在这个情况呢 我已经发出了律师函 还在还有一些网友呢 也和我一起也发了律师函 我们现在在等推特的回应 看下一步有没有联合起诉 推特的这个可能性 我们再做这方面的准备 还是那句话 我就说大家在海外被打压了 其实不要怕 因为毕竟是法治国家 它都是有司法救济的 不管是被封平台 被封号 我觉得只要你去努力争取 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觉得都是能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的 所以我还会积极的去做这个事 所以我希望 也希望我们华人呢 大家一起都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果大家都一起站出来 我觉得这种海外不公正的事件 会大大的减少 大家想在国内 大家都是被打压的 那么我到言论自由 到民主自由的美国来了 还会受到言论的审查 所以我觉得是不能接受这种情况 如果美国都变成中共国家那样 或者说美国的自媒体 都变成微信微博那样 那么这个整个世界 还有什么光明 还有什么公益可以言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站出来 像黑暗说不 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理念 我一直也是在这么做的 冷眼先生很谢谢您的分享 非常遗憾您包括冷山时评 在内的四个推特账号 都因为曝光李飞飞的红色背景 而遭到推特的封杀 加上之前提到的油管频道 因为报道数字货币而被暂停 而且差一点也成了永久封号 您是否认为中共对海外媒体 和社交平台的渗透 已经无处不在 海外社交媒体和海外平台的 这些言论自由 还剩下多少呢 您认为 确实啊这个中共这些年 对海外的媒体渗透啊 是非常之厉害的 我觉得 从几个媒体类型来说吧 首先它会渗透 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 比如说你像美国之音呢 就是被渗透的非常厉害 它的很多观点呢 其实就在批评美国 在帮中共在说话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奇怪 近期呢 川普总统也是在批评 美国之音啊 因为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管的 而且拿美国政府的经费 所以这就更加让人吃惊了 就像世卫组织一样 美国是出了经费的大头 四亿美元每年 中共才出了四千万美元 对不对 所以你看美国的经费的大头 世卫组织还听中共的 那么美国之音也是一样的 它的经费来源是美国政府 但是它听中共的 它很多话都是在 站在中共的角度在说 所以这个也是让人非常不可理解 不可接受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明这个中共对 美国主流媒体的渗透啊 还有还是非常之深的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中共自己在美国的 它也有传统的媒体 比如说像一些侨报 或者中共的一些组织 在美国办的一些分支机构 电视台 其实这些 它也是对美国的一种渗透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它有一些 大外宣的一些媒体 比如说你像明镜 我不知道算不算 但是确实还是很红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媒体 红色的媒体 它的流量也是非常之大的 也是在美国本土的 另外一类的 就是像自媒体这一块 你像脸书 推特 油管上面很多自媒体 都是好像就是像一些党员 一些非常红的 又红又专的一些人 在上面做平台 基本上都是替中共的说话 和一些批评中共的言论和平台 在对抗 所以我觉得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油管 这个黄标事件和这个推特 大规模的封杀 这个批评李飞飞 批评中共言论的这个事件 我觉得基本上都可以看出 中共对美国的媒体渗透 已经非常之厉害了 现在 你像很简单 大家有时说一下 在油管上面发言说 共匪五毛 像这样的话都会被自动的删掉 然后推特不能批评李飞飞 会被封号 所以这个渗透 可以看出 已经是到了一个 非常令人发指的地步 已经到了不管不行的地步了 根据您推特的消息 和您刚才也提到了 您起诉推特公司的 律师函已经发出了 您要求解封四个推特账号 要求维护美国宪法 第一修正案赋予您的言论自由 如果推特公司不履行解封 您还将在美国加州 高等法院提起诉讼 您觉得以一己之力 是否能够胜诉 彭大的网络巨头推特公司呢 确实平心而论 这个胜算我没有很大 就是说没有很大的把握能告赢 因为之前呢 确实也有几个案例 有的是起诉谷歌的 但是后来都是失败的 因为美国是英美法系 它是判逆法 有一个案例在前面呢 后面可能就会参照它进行来判决 所以这一次如果我起诉推特的话 这个胜算确实不大 但是就像网友说的 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呢 它可能是不适合于私人公司 他就说起诉谷歌的话 很多都是败诉 没有必要浪费时间 那么这个也是体现了一部分人的一些看法 但是呢 我是不认同的 我觉得再难 就是说这种情况 就算你没有胜算 我觉得还是要去试一下 你什么东西你都要去做 它才会有结果 你不做 它是等不来的 那么就算是和风车作战吧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就是后面呢 如果我出来律师函 他不给我说法 我可能会联合一些被封号的一些推移网 我看见脑外有的也在做这个事 将这个推特告上法庭 我觉得我要去试一下 就算我不能告赢 但是我只要和推特这么巨大的公司站到一起 一起站到法庭上受审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种胜利 我相信美国的司法和自由媒体和民众 可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我希望这个推特的这种恶性 让全天下人大家都知道 我觉得达到这个目的了 就是我们赢了 所以呢 根据封杀我YouTube平台和推特平台两件事啊 我得出的结论也是我前面提到的 就是说碰到什么事情都不要认 就不要觉得我重新注册一个推特号就算了 反正你封了我 我也本来没办法 千万不要有这种忍气吞声和妥协的想法 大家一定要争取 如果每个被封号的推友都去积极的申诉 维权来制造舆论 来拿起法律的武器 我觉得像谷歌的作恶 推特的作恶 它会好很多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冷眼先生 我非常赞同您这个说法和这个做法 你看我们微信也是频频的被封号 我们可能也应该采取些什么措施 对吧 而且这一周有一个其实挺利好的消息 川普总统签发了总统令 准备对推特和其他的那个Facebook 社交平台的言论审查 进行法律上的修改 对他们进行限制 所以应该是好消息